《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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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覺得自己能過過這段時間 你一直這一塊都過不了 覺得你一直是因為 因為能夠買足你 就是說所有的外界團員能買足你 你才能清潔開心的話 他說我想喝杯茶 或者說這杯茶 我為什麼要不喝呢 但是你有優惠條件 永遠身邊有條件 你需要啥啥就來了 需要啥啥就來了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自己也無所謂 你好像覺得自己 其實你沒有的時候受不了 所以條件好的人休息 是必不接時間好事 因為你要什麼什麼東西 有的人他是要我需要的時候 或者我需要什麼 沒有的 或者是不喜歡他 或者什麼他不喜歡我 或者是什麼 那在這種患得壞事之中 他逐漸地讓自己靜下來 通過這種欲望 達不到滿足來慢慢解脫 反而他是 他要調整自己心態 因為滿足不了 所以他不舒服 那不舒服 他就會想解脫 因為不舒服 一定要想出這種不舒服的解脫 那個時候他可能就通過人 通過辭子以後 一個人呆著慢慢就解脫出來 凡是說你想要啥要啥 想要啥要啥 永遠可以滿足的時候 你好像是說 其實你不是的 反而很難解脫 甚至不想解脫 甚至覺得解脫走走都沒勁了 所以說你幹啥 都不想解脫 覺得我也挺好挺舒服的 而且好像我啥也不在乎 這個是 不管是從欲望得到滿足 或者得不到滿足 兩個狀態都能解脫 但是看誰 對普通人來講 從得不到滿足 這一塊解脫的可能大些 反而滿足你不容易解脫 但是呢 對大成的這個大托殺 或者是 就是上上上上的根氣的時候 都無所謂的 滿足也能解脫 都不不重要 而情質的最後的 去情誼這一塊 如果從欲望 一定要是 化在情誼男女之間的這個 所謂的破解是來自於 不找男女想 怎麼樣才不找男女 我們一般是 就像譬如說 你在情誼這一塊是 就是找男相 因為你看這個男的 你覺得 這個可能 我可能喜歡他 馬上如果你喜歡 你可能會想喜歡 希望跟他成為男女朋友 希望結婚生孩子等等 這就是找男相 那同性戀可能是 找同性的相 你說同性戀 你說同性戀 你看這個女的 我想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 同性戀又找男相 又找女相 男的看見了女 也行 但不走男相 不走 就是沒有潘遠心 就說你喜歡這個男的 你喜歡他 可能 你不會去 一下下去想 我喜歡他 我要跟他結婚 我要跟他生孩子 我要跟他每天在一起 我要怎麼怎麼怎麼 你不會想那麼多 但是你喜歡他 如果他離開你也會傷心 但是你不會覺得 這是失戀 這是什麼什麼 沒想那麼多 就不會 不會因為一個喜歡 扯了好多東西 把你那些 愛恨情仇 卻扯起來 就不會因為喜歡 排遠那麼多的概念 或者喜歡一個男人 跟喜歡一朵花 沒興趣 這個時候 你就覺得 你清淨了 你就不找男人想 就喜歡一座山 喜歡一朵花 喜歡一個男人 女人不一樣 你喜歡一座山 你不會想 跟那個山結婚 你喜歡一個男人 為什麼就想 跟一個男人一起 然後呢 還想讓那個男人 回應你 回報你 什麼什麼 你就跟 喜歡一座山 一個什麼 是不一樣的 你就找男人 遠一下 就是有情質嘛 這個情質 是不是來自於 你不了解他 你覺得他跟你不一樣 有種分別性 拆拆的那個東西 你就是來自於情侶的 就是你的情侶裡邊 能量裡邊 就有那些情質 甚至是 因為我們是來自於父母的 父母的 父親母學 裡面就帶著那些東西 本能的 你就是 我認為他根本的在於 是不是 你就是因為 他跟你就是不一樣 你才會產生性嘛 產生那種 不一樣的 那種 我覺得 都是跟你不一樣 你才會想了解他 男性能的不一定 通性的就是一樣的 他也是 他也覺得他跟他不一樣 他要完全了解 他沒有恐怕 不是因為不一樣 或者一樣 不是因為這個 不是想了解 就是 如果是從根上覺得 是一種緣分 在情上有切切 就是是一種緣 他還是覺得他缺東西 他缺 他缺 他跟自己是不一樣的 才會產生性 他要是了解他 他認真一樣了 他還會產生性 因為他夫妻兩個沒有 那夫妻太了解他 他為什麼喜歡別人呢 這個不是的 有的人 有的人 也許喜歡的 就是自己兒子 你在他身上發現了你自己的投影 你自我概念的投影 你喜歡的那個人 永遠不是他 永遠是你的 你對一個 比如說你看見一個男的 其實你帶著情欲了 你身上已經帶著生理的衝突 或者你有欲望嗎 你的氣慢沒有 你有欲望 那麼你看到一個男的 你不過就是拿六根來 擴定他的條件 長得什麼樣 聽到他的聲音 感覺到他的感覺 或者聞到他的氣味等等 他灑香水啊什麼 你喜歡 哎呀這個香水好 很有可能你只觸動了你一個眼睛 因為眼睛是最著想的 眼睛大嘴笑 或者長得好看 你給觸動了 觸動以後 這個時候你不是說 他跟你一樣不一樣的 然後你的欲望升起的時候 你已經在要求 或者是在 就是說就靠近就吸引你了 有些東西 只是說你拿你的認知 就是那些有限的認知 換給然後你就已經 就是你的情 然後呢 你把你對女生 你喜歡的女生的那種投影 就生生世世 你不是有情質嗎 生生世世你有情 假如你生生世世 你接過後 你是個男人 假如生生世世 很多次你是男人 你娶過了老婆 但是呢 很多次你把對老婆的那種 跨地認知要求 當你看到一個女的 滿足了你一根 別說六根全滿足了 滿足了你一個眼根 或者耳根的時候 你就把那些頭也投到他身上 其實然後你就覺得 哎呀他很適合做我的老婆 或者我就喜歡這樣的女孩子 然後這個女孩子是什麼樣 你根本不了解 你根本不知道 她是跟你一樣還是不一樣 你看到的 就因為一念的 一動念 就是你念那邊 你就動念說喜歡她 好 你已經把你的 對一個女人的需求 或者什麼 你就完全投影到她身上 她是什麼也就不重要 你愛的是你的投影 你愛的是你的投影 然後呢 如果這個女人 跟你的投影 最好是吻合的 她的個性 她的愛好 她對你的回報 是吻合的 那麼你就覺得這個老婆挺好 這個男人挺好 如果你的投影跟她是完全不相連的 那就開始傷害了 你是認為她應該這樣 你的投影裡邊很多要求 很多條件 她應該是這樣的 她應該那樣的 但是她恰恰是另一種 那個時候就好像溝通 理解全部失敗了 就不行 你始終愛者 是你對情欲的一種認知 一個投影 在這個世界上 你不愛任何女人 你也不愛任何男人 沒有一個人你可以得到 也沒有一個人 所有的都是你的投影 因為本身我們每個人也是 這個三位角度的投影 是吧 我們自己都不 無法認知自己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認不清你是什麼樣 因為你在變 一個無常的東西 你怎麼能認知 你能認知的就是說 你有兩條胳膊就這樣一個 人跟人差不多 男人女人 風力而已 但是你不知道這叫心 因為心的頭腦是差那 你的頭腦 你的意識層面 差那差那在變 是不是 你怎麼能認知 她是什麼要給她下定義呢 或者跟你一樣不一樣呢 這些都不可能的 你是很粗切地 停留在你的六根上 對一個人的看法 然後去 眼睛看見了耳朵 聽到了 怎麼感覺到了 眼耳鼻鼻鼻聲音 然後給她下個定義 她是個女人 她是個女人嘛 如果人家是個頭腦系列 也許人家是個男性 是不是 我舉個例子啊 不是 就是 你怎麼能定義這樣 就是說 你始終愛的是你的頭腦 如果你很愛一個人 那在他上面一定有你的頭腦 你對愛的頭腦 你對愛的理解 你對愛的理解 認知 那不是來自於缺陷嗎 比如說她一個圓滿的人 她會有這個 她可能是有缺陷 她是來自於缺陷 缺失感吧 你總有投影 你活在各個圍度 就是你不 如果圓滿的人也會 但是了解這一點 一個圓滿的人也去投影 也不是說不投影 一個投影跟圓滿 並沒有什麼衝突 一個圓滿的人 他也會在你身上 投影他喜好的東西 但是他了解這一點 就他很透誠地知道 那是你的他的投影 所以他不要求你 他希望他喜歡上你了 或者是什麼 他知道他愛的 他只是他認為 那也許你是一個這麼大 他的投影只是一小半 那你有一小半的東西 跟他的投影吻合 有一大半的東西 是你自己的 他會 如果真正愛你的人 如果他懂這些的話 他就跟你生活在一起 他會允許你那一大半的存在 他不會要求你改變 他會允許你那一大半 永遠存在在那裡 因為他只是一小部分投影 跟他喜歡的吻合 其他的讓你做自己 他不會要求 到最後投影也是空性 你不知道到最後 你去哪找空性 所有的投影就是空性 但是那個時候 必須你安住在空性的角度 說這句話 你在投影裡邊忙活 還說投影裡是空性 那你就是被轉了 那你就是在輪迴執著 根本就沒有空性這一馬事 你就在執著 你在果位上 你就知道諸相都是空性 每一個相都是圓滿的佛性都在這 但是你不在果位上 你說這句話 有啥意義呢 你沒有正道果位 你只是個概念 空性對你是個概念的時候 你說這就是空性 那你為什麼 寫不到空性的自在呢 但是你是個三維投影也罷 四維投影也罷 五維投影也罷 不管你是幾維的投影 就算你是個平面投影 空性也不減少啊 你做三維投影 只是有局限有缺陷 你認為有缺陷 但這個缺陷裡邊 包含圓滿的空性啊 空性並沒增沒幾 不是說你認為這個 三維角度的空性 是投影是有缺陷的 空性不在這 非得十維角度空性才在那 不是的 那個缺陷是你認知的 是你還沒有安住在果位上看的 安住在果位上看三維 三維也很圓滿 Thanks ufvaw 你 貼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